众所周知,以郭德纲为首的德云社演员们学历普遍都不高,初三一直以来都是德云社的一道坎,但用郭德纲的话来说,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但不能没有文化,郭德纲也是用实力证明了这句话。 6月17日,郭德纲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照片,照片中郭德纲阴谋是获得第八届影响力作家破圈作者的称号,粉丝们也纷纷送上祝福。 不得不说从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的文凭到影响力作家,郭德纲背后可能付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努力,从郭德纲的书房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郭德纲虽然文凭不高,但是却在不断地学习,看到一排排的书架,满满的图书,看着就让人望而却步,而郭德纲却熟知每一本书的位置和内容,做到心中有数。 如此说来,得到这个奖项怕是一点也不让人惊讶,而且郭德纲无论是在采访还是在演出时经据频出,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,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,让人不得不佩服。 从郭德纲话说北京,到郭德纲刚好,再到某事,郭德纲在不断地进步,这种不断地学习精神值得大家去学习。 如今郭德纲再次获得了新的称号,说是跨界但看似又没有跨界,都跟文化沾边,也证明了郭德纲的文化造诣真的很高,也希望郭德纲可以将这些文化知识更好的传承下去,让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的文化不再有限。